嗨,大家好,我是Milia,我是Julian的学生 那我目前是在加拿大多伦多这边读高中的12年级 那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隔离的心得 那在加拿大这边的话,因为我是18岁以下 所以是不用到饭店隔离3天 我是直接回到我住的地方这样 那隔离到第8天的时候会有需要自己做裁点的部分 那这都不用太担心,因为会有护士跟你一对一的试讯 然后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然后裁剪完之后也是直接做预约时间 然后把简厅放在门口就会有人来收了 就是一切都很简单,不用太担心 那饮食的方面的话,我最主要的话是叫外送 那现在外送不只可以叫熟食,还可以叫生仙 那因为我住的地方是有厨房的 所以叫生仙的话是真的非常方便 那在住在多伦多的话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朱莲 他是住在多伦多 那像昨天的话他还特别送滷肉跟炒米粉过来给我 就是真的非常感谢 而且真的超好吃的朱莲 所以真的超好的,谢谢朱莲 那对,我家人想说的话就是 虽然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但是就是一切都很好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还有想你们哦 好,就这样,谢谢大家,拜拜